血鬼蛋的對決是評價手藥飲料 對決奢華手藥飲料 來到了一個超級大本營台中 挑戰最評價 20 欸很讚耶 很讚耶 現在喝這個太爽了 水果茶吧 欸水果料很多喔 蘋果 芭樂 有芭樂真的超酷的 百香果 芭藥河茶 它算是我們拍這一集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想來看看它到底有多厲害 喔好愛這個 幸福感爆棚的味道 喔這個很舒服耶 這個聞起來它的茶感 好好吃喔 絕餅很搭耶 鹹奶油 我現在體感覺得我是個快樂的人 這間店整間都香香的 茶香 美滋香 國王珍珠奶茶 珍珠太好吃了 但我覺得江湘珍珠甜度很剛好 金箔松露 乳酪燕麥拿來 什麼東西 竟然可以299 就是要對決 在網路的肌肉中 你需要像拳擊手一樣強大 努力是我戰勝的法則 就像拳擊手在擂台上迎戰一樣 網路安全是你在數位世界中的拳套 現在透過Surfshark 你不僅能夠保護你的隱私 還能KO腦人的駭客 Surfshark能輕鬆穿越網路的激流 跨越地理限制 解鎖全球精彩內容 擁抱更多文化和娛樂 連世界各地的購物優惠 都能讓你輕鬆拿下 成為購物擂台上的冠軍 只要一個帳號 就能在各種裝置上無限同時使用 現在到資訊欄連結 訂購兩年VPN計畫 即可享受獨家優惠 以及額外10個月的使用期限 還有30天退費保證 新年一年 讓我們跟Surfshark一起KO所有挑戰 最後跟大家的對決是 評價手搖飲料 對決奢華手搖飲料 手搖飲料呢 這個算是全台灣各地都有各自的店 我們今天算是來到了一個超級大本營 就是台中 來台中看到招牌 想說怎麼又開那些店都沒喝過 對很多台北沒有的品牌 所以我們邀請到台中在地的 人人來陪我們喝 讓我們掌聲 歡迎我們的魚肝夜 魚肝 最近瘦身有成 目前版本為魚肝2.0 對台中美食入屬佳蓁 耶 太瘦了啦 耶 又換新Skin 路過的人都認不出我的Skin 我們今天要一路喝去一中街喔 他會把你認成誰呢 馬拿 剛剛不是這樣講 你剛剛不是說金智元嗎 卡掉 你剛剛說金秀賢 金秀賢 新妝金秀賢 好啦好啦 手搖其實你以前應該很愛喝 但是你在飲控之後 基本就沒喝了 對 今天為了我們 糖分全開 全開 大開啥 喝了直接回去喔 欸你會喝到最後一家 直接變魚肝 啊我回到2017 我回2017 我們直接在一集之內 帶你回到2017 那我們第一間人來到的是 第五市場 傳統市場 聽說台中在地推薦 有很便宜的紅茶 對 很便宜的飲料店啊 在後面啊 老店喔 聽說開了好像有50年了 叫太空紅茶 那待會有多少錢 我們過去看看吧 為什麼要說沒有了 沒有了 抱歉 抱歉 太快賣完了嗎 它是從早上7點半開始 大概中午就沒有了 那怎麼辦 我們有打電話先訂 老闆你們做50年了 60 快要60年 所以算是二代嗎 民國55年就開始了 對啊 三代 兒子啊都出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價格 從5塊錢開始一路賣嗎 3塊 3塊 哇賽 以前用玻璃杯啦 那喝完然後回收給你們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洗啊 那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價格 紅茶 25塊 梅漬紅茶50 檸檬紅茶50 鮮奶紅茶50 家家都是50 那我們應該是點最便宜的吧 我跟你講 那個寫25對不對 還能更便宜 它有一種是杯裝的嘛 啊如果你要早餵一點 帶裝的 你可以客製化 你從20元 25元 30元 到50元 不同的價格 它就裝不同的量給你 所以我們挑戰最平價 20 好那你的甜度呢 0到10分都可以 0到10分都可以 對對對 台中人都點什麼 3分5分 然後不加糖的也很多 好那一個3分一個無糖 紅茶無糖要好喝 要有一點難度喔 它需要有點回甘才有辦法 它茶葉要夠好 太期待 無早餵 很讚耶 很讚耶 這個冰度很冰 它真的很多冰塊 很冰 要小碎冰的那種 那我們先喝無糖吧 你不介意吃到口紅 OK啊 OK 我跟你講 現在超熱 所以現在喝這個太爽 它真的有回甘一點 有回甘 然後它的紅茶 我覺得以茶葉來講 厚度有到 有的時候 無糖的紅茶 如果你茶葉弄太淡 會那種很稀疏的感覺 像吃夜市牛排 有的時候會遇到 對對對 這感覺咖啡因有到 但它不會苦澀 喝到你那上餓 不會有那個卡卡的感覺 對對對 欸不錯耶 很多古早味紅茶要好喝 要糖分要夠多 大家想到的古早味 應該都是很甜 而且它的這個紅茶 不是那種清澈派的 感覺就是比較濃 好啦那我來喝三分糖 那明顯有改變嗎 三分糖的話就是微甜 這個很舒服 對對對 尾段有一點甜感 甜度不會到膩啦 對 這個如果是平常在喝 正常甜的人 會覺得它是五分糖 它好順喔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追求 茶的味道 然後又不想要糖分 直接五分糖 我覺得三分糖很舒服 但是要甜感 可能還要五分糖以上 這個應該是搭配一些 你在市場買到的 其他小吃一起吃 嗯 這個甜度會比較舒服 這兩個甜度都很適合搭炸物 喔對 很爽 但是這個就是 喔你路過買一杯 純粹你想要喝個茶 所以它這就是可以客製化 所以可以20塊 25塊 30塊 你就可以看你的袋子多大 好啦這就是第一間 第五市場 喔 那我們準備來前往 謝謝家 欸第二間呢 來到呢 是知名老店 我們現在是在 忠孝夜市附近 然後這一間之前 好像原本聽說 也在第五市場 對 原本名字叫阿易紅茶冰 然後 在線凍上有非常多人 私訊我說這一間 然後現在的名字叫做 鹽博紅茶 啊這你有喝過嗎 沒有啦 中午生意就超好 我們來的時候就排超多 排超多 我們來看一下價格 它最便宜的話是 招牌紅茶冰 如果普通杯600CC 25 它算的重量杯 以前是1000 現在是960 也接近1000 那其實跟我們剛剛那間是差不多 感覺可能還更便宜 因為650 蠻大包的 比剛剛那個多很多 但我們剛剛是20塊 400CC 對 所以應該差不多啦 然後我有查一下它的招牌 就是紅茶之外呢 還有水果茶 欸我覺得它超酷 它上面那個水果會 會依季節更換產地 而且冬季用台灣的 夏季用南非或美國 很少有手搖墊會寫在上面 點它的水果茶 應該就是綜合感覺 OK 那我們就是點一個水果茶 再點一個紅茶冰吧 水果茶建議半糖啦 那紅茶我們就維糖 維糖好不好 OK 維糖 OK OK 先喝紅茶吧 超大杯 960 10CC 這應該也是喝起來很爽 用你的手拿看起來比較大杯啦 有比臉大嗎 有 你回答很慢 沒有我確認一下嘛 十四求四啊 這不行呢 以後要記得我說 有比的時候 再一次再一次 欸你覺得有 OK 及格 這樣很CP耶 真的像小姐魚流氓 但是我們說好不要在裡面吐泡泡喔 誰在吐泡泡泡太噁了啦 我剛剛才累積了一些 欸不要啦 太噁了那我先喝 偏甜 這個喝起來是半糖喔 對 這是半糖 但我覺得它就是可以想像的 古早味紅茶冰嘛 就是我們印象中 不能說它沒特色 因為我覺得它這間電影地 是很悠久的 它就是標準版 那我覺得它就是 它的茶感 存在於觸感 水果茶辣 欸水果料很多喔 等一下這是 芭樂嗎 這樣有芭樂耶 這樣是有可能被喝到嗎 這絕對是吸不起來啊 它把水果茶的概念 變成一個點心吧 來來來來 喔 欸打開很美耶 欸這樣多少錢啊 80 欸那 我們請魚乾你幫我們夾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料好不好 欸其實 它料真的超多的耶 很多 芭樂 有芭樂真的超酷的 百香果 然後我們剛剛有問還有什麼 荊棘檸檬柳橙 甜甜 這個絕對銀孔仔喝了 快上頭喔 欸上頭 哇這個會暈耶 會暈啊 這個半糖是全糖耶 這雲暈船還暈 欸但我覺得你們現在的耐糖度 有比一般人更差 可能一般人來喝差不多 因為你們太久沒吃糖了 這個 對我來說真的有點太甜 我可以理解 很多水果的香氣啦 你會先喝到荊棘 然後檸檬 百香果的香氣 甜大於酸 因為你飲空太久了 我們兩個要點 要點五糖耶 或三分 我覺得三分是我們的極限 三分差不多 但其實真的很爽 是夏天這麼熱 然後又碎冰 這麼多水果 對 那當然這些是吸管 出吸管也吸不上來了 你就喝完之後 開始可以挖水果吃 我來吃一下蘋果 所以現在的話 是用南非或美國品種 欸這個蘋果很大塊耶 可以啊 那我來吃芭樂 蘋果很爽 金正蘋果 喔它芭樂超大塊耶 讚啦 這甚至有甘草芭樂的感覺 甘 真的還假的 我吃吃看 甘草芭樂 有甘草芭樂 有甘草芭樂 很爽 好讚 吃這一杯同時吃了幾個夜市小吃 然後可以喝到一半 再買一包甘草芭樂 再加進去 那就是如果各位比較沒辦法喝那麼甜的話 我們建議點三分或無糖 酸派的應該喝無糖就可以 我覺得無糖就可以了 這個價位合理 因為料很多 然後很大杯 很大杯 這個喝完應該很飽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準備進一集戰區囉 GOGO 不得了 我們來到了可以說是我的主場 我這個年紀的主場 你這個年紀的主場 你說旁邊公園有那個下棋的地方 還是有那個麻將館 你是很常來一中街吧 算 來約會嘛 哎呦 有的吃 有的逛 不是來這裡遛小孩 哪裡遛小孩 還不能說嗎 還沒 好啦不要鬧 一中街超級多手搖 對超多 一級戰 我們這邊待會連續就在這附近拍好幾間 走兩三步 對啊這一間算是真的我覺得就算這陣子沒來台中也會知道的店 就是巴藥河茶 這個你在Threads上會很常看到 非常活躍的小店 非常活躍 他算是我們拍這一集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想來看看他到底有多厲害 因為這一開始是我大概兩三個月前我來一中街 奇怪為什麼大家都在排巴藥 對 結果過了 他現在排半小時我就放棄 然後後來Google發現 我想說啊回去台北再喝 沒有台北沒有 後來我隔天有喝到 他是幼香系列最有名 對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有很多數字 我對他的印象是我們的攝影師兩位都說 巴藥很強 有一次我們在討論要拍手搖影 他們就說巴藥啊當然是巴藥啊 小編會看這一集嗎 小編看這一集會截圖發嗎 小編要看吧 好我們從這一間開始進入到比較是這個台中專屬連鎖手搖 然後我們也看一下他的天花板在哪裡 天花板 我們最後一家就是最天花板 可以啦 好不好 那來我們來看一下價格 因為他們現場人很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他的菜單 你看他很多307 308 就是應該是講茶種 然後最有名的應該是他的幼香系列 變成幼香覺醒307 跟幼香覺醒紅茶 那307的話是烏龍茶 他們說青培烏龍 然後欸價格很反骨耶 67塊 也有37塊 然後也42塊 69塊 他就一定要沒辦法找你5塊 他69就算了 有一些是70 對他明明可以70 發藥很酷啦 我覺得也是行銷的一環 而且你有發現他上面有寫熱量 他的招牌 幼香覺醒307 67塊錢 300大卡 全糖的吧 半糖應該會降到150吧 好啦反正我們點一個微糖的幼香覺醒307 OK 然後你說還推一個什麼 炙燒濃乳308 對他是用這個黃金肥煎的 蕎麥茶當基底的奶茶 不得了啦 哇真的不得了 他雖然叫308 但是他的熱量有608 608已經快跟一個便當一樣肥了耶 不要看這個 他數字越大越快樂好嗎 快樂是錢買不到的好嗎 你們不要這樣 我們喝飲料不要考慮這些 我們不要看這個了 走走走我們去喝我們去喝 幼香覺醒307 這個就是遠遠看就知道是巴藥的杯子啦 對阿他的那個顏色做的很清晰 他有那個耶 日月火水木金土日八 原來他就是星期八的意思啦 木藥日的概念 哦 那來喝這個 不要嘟到我 好有力哦 幼香好喝 很好喝 而且這個甜度 三分糖剛好 我覺得就是舒服的 微糖剛好 麥香很濃郁耶 幼香的糖分跟幼香的那個香氣 會讓他的茶不卡 他的茶味跟那個幼香 竟然可以這樣結合 烏龍茶加上葡萄柚 網路最多人熱推的一個品項 算是結合的很新奇 但是又可以習慣 然後我之前喝好像是 他跟另外一間聯名 他就放那個昏桂在裡面 哦那一定好喝 加料 我覺得這個加料 加珍珠加什麼 現在口腔裡面的那個層次就很多了 因為他就有幼香 又有糖分的香 然後又有烏龍 茶香 對 然後一點點苦澀感 這個好好喝哦 然後因為幼香本身也有苦澀 讓他們有點交織在一起 我覺得他這個無糖也OK哦 這個微糖喝起來有一種 欸我今天有養完一個小時 犒賞一下自己 對我買一個瘦腰 補充一點糖分 但這個半糖可能我們就會覺得太甜 有有我覺得現在這個是極限 因為我覺得幼香本身應該也帶一點甜 我覺得這個幼香307的經驗點 我覺得有像當年我們第一次喝到那個 其實當時不是那個招牌翡翠檸檬嗎 哦對對對 就那個口味就橫空出世 這個口味感覺三五年後還是會很紅 有可能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有一個門檻 就是你首先一定要愛柚子 因為我覺得他的那個味道還是蠻重的 他很特別就是他用烏龍茶 就如果他今天裡面換綠茶 你可能就會覺得很普通 因為是烏龍的關係 嗯 他現在嘴巴裡面有一個超濃的香氣 對對對那個清培 清培烏龍的香氣 一直留在那個就是鼻腔的附近 然後就是307這一個品種的烏龍 感覺這個喝完就是跟別人講話都可以香香的 我覺得甚至他再濃一點可以出一款香水 現在整個口腔的感覺就是他的味道 好像可以 來啦 下一杯 600卡的要買囉 我們目標是喝完回到2017的你喔 那我再點兩杯 我們還有好幾家 哦可以可以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炙燒濃乳308 炙燒濃乳 這是今天第一杯有奶的 對 然後它沒有咖啡因 它是蕎麥茶當基底的 哦好愛這個 哇這好奶 這個就是幸福感爆棚的味道 泡完溫泉來一杯嗎 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就是喝那個巧克力牛奶那個感覺 也不能說肥啦 牛奶熱量滿就高 算營養啦 多了一些笑容 你說這個很值得我把今天的熱量給他嗎 我覺得它就是靠賞用的味道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今天有運動 或是我今天走了很多路 最後來一杯這個 這個加珍珠應該也很爽哦 哇這個加珍珠一定超爽 這個加珍珠 我還不直接笑出來 這個其實我覺得它可以加滿多東西 可以可以 它仙草應該也搭 咖啡丼也搭 我覺得它基本上它什麼料應該都搭 應該都可以 因為像剛剛我們講的又像覺醒的話 就很豐富啦 這個也算濃郁 但是它還可以再加一點料 因為它就是可以想像的茶香奶茶 這口味誰推給你的啊 網路超推的啊 這兩杯就是他們最推的 但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有擁護者 各自的擁護者 因為我之前點它我都是點蜂蜜 我好像都會點這個巴山 巴山蜂明露 但是這個真的我覺得滿好喝 濃乳好喝啦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它富含咖啡因 所以你隨時可以來一杯 對 因為很多人對咖啡因會覺得過敏 或是心悸 對 而且你宵夜 你喝這個也不會說睡不著 對耶 對耶 就睡不著你不能怪飲料了 只能是你吃太撐 只能是壓力太大 那你今天的熱量只有這兩杯 只能選一杯 是我已經是大人了 我不能全都要嗎 放縱我 2024的魚乾不行 2024你只能選一個 只能選一個 我可能會點 救急308熱量5 如果是我選的話 我應該會選 幼香覺醒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 負擔比較低 這個真的是要 心情極度好或極度不好 我覺得以我們的年紀 如果要搭一些炸物 或是滷味那種重口味 我覺得是那個茶 但是這個是單純 拿在手上喝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 像我要做好喝酒的心理準備 我對這個要做類似 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放縱 今天的coda就是它 對 我要讓我自己躺暈 這個真的很暈耶 剛剛那個水果茶 可以耶 但好喝好喝 好啦 這就是很有名的八藥河茶 那我們走去隔壁還有別間 好 走兩步 GOGO 接下來就在斜對面 石聖 這聽說是我們朋友的店 小胡跟普欣開的嘛 這個雖然台北也有啦 但是很夯 很新 超夯 而且覺得在對面 它新到什麼程度 開幕的花都還在 四月才開 而且你大家有看到這個花藍有多酷嗎 大同陳奕涵 金門五百 大安暴走熊 中和謝金燕 台中金智園 新裝金秀賢 聽說是非常非常新的店 然後我看生意其實也很好 一直都有人在買 一直都陸續來排 我們來現在已經算是離風時間了 沒錯 怎麼證明它生意好 你看它這個動線 這個就是機場過海關的時候的動線 海道其他間店啦 維護秩序 摊食蛇 這樣 那它什麼好喝啊 它叫做食聖嘛 然後記得我們之前有拍過那個 燒滑鮮乳 那個超好喝 你有喝過嗎 去日本都會喝 有 北海道食聖牛奶 然後是我覺得 最好喝的牛奶其中一個 對 所以它就是主打以北海道的 食聖乳源為基底的 香濃奶茶 它算是品項比較少 對 它的價格來看一下 極濃鍋煮小杯六五 為什麼又有六九 大杯六九 差四塊錢耶 那肯定就直上六九啊 對啊 直上大杯啊 那我很好奇 MLM的 後面這個M有什麼意思 熱的啊 然後加熱只有小杯 好像很多手搖店 加熱都只有小杯對不對 因為不會放冰塊啦 好像是 極濃鍋煮建議加蕎麥絕餅 直接加在裡面的 用C的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點一個極濃鍋煮 大的然後加絕餅 還有一個 東培蕎麥 東培蕎麥會不會喝起來很像 我們剛剛喝的那個 蕎麦奶 因為蕎麥奶現在很流行 對 它加料的話是 加十塊十五二十 所以如果我吉濃鍋煮 再加這個蕎麥絕餅 就會到八十幾塊耶 我覺得有點奢 八十四塊 八十幾 小奢哦 快一顆便當了哦 好好好 好啦 就這樣 來我們先喝一杯比較輕的 哎呦 這個是 東培蕎麥一分糖 一分糖是他建議的嗎 對 其實我本來剛剛有三分 他說他覺得一分就好 他建議一分 所以我們來喝喝看他的蕎麥奶 而且他杯子其實也蠻美的 好 蕎麥奶 蕎麥奶 他們的介紹是寫說 溫潤茶香有層次的單品茶為基底 怎麼喝到有料 那是料嗎 嗯嗯嗯 好好吃哦 蕎麵很搭耶 它裡面本身就有蕎麥蕎餅 69含蕎麥蕎餅 嗯 那還可以耶 細吸管吃的蕎麥蕎餅的口感 跟除吸管是不是又不一樣 我覺得不太一樣 那我們試一下除吸管好不好 除吸管試試看好了 哦好爽喔 好爽喔 哇哇哇哇哇 哇好爽 嗯 我知道為什麼他要煎一點一分糖 蕎麵本身很甜 蕎麵就是要出管這樣吸上來 然後咬它 它又跟配昏桂珍珠不一樣 對 不太一樣 啊 蕎麵很日系的感覺 而且這個蕎麵它的嚼感是剛剛好 通常我們想到的一些夾料不是太Q 就是太軟 嗯 嗯 那仙草你就會覺得沒什麼在嚼 對 動擋 但是珍珠你會覺得 咬到有點咀嚼肌有點小酸 對 但是這個就是介於他們中間 對對對 我覺得珍珠很經典啊 只是我們台灣人都喝習慣了 對 那蕎麵的話是一個新嘗試 然後很特別也很適合 但如果丹尼蕎麥奶本身的話 如果跟剛剛的這個巴藥相比的話 它是蕎麥味比較重吧 但是因為有那個絕餅所以還是蠻驚艷的 這個就是跟絕餅綁定 就是他們兩個要一起 然後因為絕餅也是蕎麥的 所以你整個喝起來不會有口味的衝突 下一杯 接下來這個就比較貴了 這個是 吉農鍋煮 84 它看起來比較像奶茶的顏色 這兩個都是使用熟成生乳的奶茶 紫色牛奶茶 然後剛剛的是蕎麥嘛 那這一個是紅茶 它裡面有烏瓦紅茶搭配金萱蜜紅茶 所以有兩種紅茶 喔是兩種紅茶 那這個喝起來應該就是有那個咖啡因感 然後茶感極重 聽說是 我先喝它飲料的部分 這個一芬糖我覺得 我自己剛好 舒服 就是很微甜 喔這個很舒服耶 這個我會加它的茶感 這很像成年人的飲料耶 而且這也是完全不色 那飲料就這麼強 加絕餅還得了 真的 試試看喔 我很喜歡絕餅耶 但是我覺得 剛剛那一款跟絕餅還是比較搭 這一款其實單喝就極強 就是不用點到84 69就很讚 對我覺得單喝就很好 單喝的味道也比較濃 所以絕餅的口味好像沒有辦法很突出 而且它這個單喝的那個濃的感覺 甚至茶的感覺 也可以搭一些下午茶 或是點心 對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那個奶茶的味道 對 厚奶茶 你希望它是什麼味道 它就是什麼味道 對 不會讓你失望 欸你說這個單喝就很強了 但是它單喝其實沒有絕餅就69 另外一杯它還是尬絕餅69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個分水嶺 八藥已經算是中間價位了 對 但食勝開始小奢 這個就是一種 男朋友請的價格 約會對象請的價格 不過這件就是假設約會那一餐 其中一方付掉兩個人的錢 那我回請一個飲料也算是小奢 那還OK 對 對對對 也不會說覺得值請飲料會不會太少 沒錯 對對對 我們都是以它的招牌來講啦 因為它其實還是有35塊 40塊的紅茶 是啦 香片啊 就來這個就想要點它的招牌 對啊 如果你真的是難得喝一杯 對啊 如果像我難得喝一杯 我一定是加到八十幾塊啊 還能加什麼全部一起加 最後它就變成一碗甜湯 變成一碗絕餅 就老闆那個絕餅 呃 給我五份 整碗都是絕餅 之前就聊到 使用ServeShot在串流平台上面呢 跳到其他國家就有機會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電影 或者是這個劇集 你知道台灣的Netflix 嗯 沒有魔戒嗎 我記得之前有 啊 是不是日本的有 你搜尋一下台灣人 好我先看台灣版的魔戒 還有只有魔鬼的祭謀耶 我再跟你講 在台灣Netflix你搜尋烏龍派出所 嘿 沒有 沒有烏龍派出所很正常吧 哪有 我覺得 火影忍者海戰王全部都有 沒有烏龍派出所耶 欸真的沒有 有One Piece但沒有烏龍派出所 然後也沒有蠟筆小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實際使用ServeShot 那再次講喔 它的App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 iOS 或是安卓 甚至是電腦端都超級好用 那我們直接 點日本 右上角出現VPN 代表你已經成功連到日本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大退把Netflix關掉 之後呢 重進 你看 它的封面變成日文版的 這代表已經成功了 說說看魔戒嗎 魔戒 有出現 指環網 誒 有魔戒 有耶 有烏龍派出所耶 誒 蠟筆小心有一堆電影版耶 對 好讚喔 ServeShot另外一個很實用點 就是你出國去日本去韓國 然後你追劇追到一半在飯店 你要連回到台灣的IP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要翻去外國 而是從國外翻回來 還有很多國外的留學生 他們是要靠VPN翻回來台灣看巴哈姆特動畫風 啊對對對 所以各位如果你非常喜歡看劇看動漫的話呢 我覺得ServeShot是非常實用的 聽購兩年VPN計畫 即可享受獨家優惠 以及額外10個月的使用期限 還有30天退費保證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一樣是到我們的資訊欄會 參考看看吧 剛剛是在假蹲嗎 我就是稍微燃燒一下我的血糖 好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一中間的核心地帶愛廣場 然後這一間叫做什麼 紅濃紅即捨奶茶 自己就把即捨放在上面 根本就在調我們 你以為名字裡面有個捨字我就會來拍嗎 就來拍了啊 馬上來拍 這什麼 它重乳鮮奶茶 我們直接被gank一個試喝的橋段 那喝完就不是就好了 那我們就不點喔 那拜拜喔 好捨欸65塊耶 這樣已經喝5塊錢掉了耶 有甜有甜 有點甜 如果是我可能會再點糖度少一點 這個是什麼啊 這看起來很酷耶 很像新冰熱加上那個 有有 可可脆片 這個是比山奶茶 極奢只有這個 那火焰山奶茶長什麼樣子 它是多了一圈炙燒奶霜 點一杯這個極奢火焰山奶茶 它有推薦的甜度冰塊 火焰山奶茶的話 它冰塊是固定做掃冰 那甜度可以點無糖或是微糖 因為它奶蓋會有一點點甜 這樣一杯就好嗎 一杯就好 一杯就好 現在兩個人都有點暈 喔來囉 來囉 你們有發現它85的大小其實有中杯耶 在一中間這個地段這樣算小色喔 而且這邊競爭激烈 來來來來 哇它倒出來耶 這是故意的嗎 這是合理的嗎 太多了吧 等一下 我不敢看 沒事沒事 它有炙燒過熱量都燒掉了 哪有 炙燒它會變更熱 燒掉了嘛 燒掉的部分 炙燒奶蓋沒看過耶 哇好美喔 這樣其實就可以吃了吧 還要再加嗎 鮮奶油 這樣子是合法的嗎 這絕對會回到2017吧 我等一下直接一喝 回到最初的感動耶 可可脆片 前面粗的Joman魚魚乾耶 太感動了 哎唷 哦 哎唷 怎麼有棉花糖的感覺耶 有一點有一點 有一個炙燒的香氣 來啦 嗯 它就是烤棉花糖啊 好甜 很甜 然後就是糖 絕對是螞蟻人才在吃的甜度耶 欸我知道它奢在哪裡了 熱量很奢 同樣的價格 給你更多的熱量 沒錯 好奢華 以每一塊錢台幣可以買到熱量來說 極度奢華 如果登山只帶這一杯就夠 撐過一整個雪季 我跟你講 雲南空投這一杯 對 我就活著想 我還在撐一粥 炙燒火山奶 它上面咬這個 咬起來會順便很爽 我現在體感覺得我這個快樂的人 鮮奶油跟外面這個炙燒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炙燒過的比較一點Q感 鮮奶油就是超級creamy 下面聽過就是鮮奶油 哇它消下去耶 就是鮮奶茶 它比較特別來的是上面的部分 但是不是就比較不甜了 因為你們上面吃那麼甜 就對現在才不甜 因為我剛剛外面這圈真的太甜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喝五分糖了 這一集拍到結尾是可以喝全糖 被麻痺了 我們要從台中一路往南喝啦 喝回台南 我已經開始感受到 來自台南母親的呼喚 我跟你講吃這個有一種什麼感覺 就是你去店裡點一杯茶跟一個甜點 把它合成一杯 就要把甜點放在上面 然後下面是飲料 有酥皮濃湯的感覺 對所以你可以喝一口 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 雖然說 我覺得它裡面的鮮奶茶中規中選 可是它外面這個真的好吃耶 這個做的甜點很讚耶 就雖然我們都覺得它好甜 但是我們都停不下來 而且這個打卡很讚耶 你不覺得這是很美國人的飲料嗎 但美國的話應該那個價格要乘三 你怎麼查到這家的啊 我跟你講 對決一定很常 會把我們的品項加入奢華 最貴 他就是用奢華手搖去查 我們一定很常識關鍵字去教集隊 你該不會還有什麼龍蝦奶茶 和牛奶茶 松露我是真的很常搭配別人去搜尋 美國的話這杯可能會賣10塊美金 但我覺得很特別 這是我們的這個 紅濃紅急車奶茶 我一直吃耶 你忍不住喔 你怎麼了 好了好了好了 忍住忍住 好好吃喔 接下來來到一個我曾經來過的 文藝青年來的地方 我也來過 這算是景點 吃茶三千 這個絕對奢華的啦 吃茶三千我之前來 我跟你講第一個點 店員都是妹子 我就知道 不是我那天合照 怎麼全部都是女生 而且這些店整間都香香的 不管哪一個方面 茶香 妹子香 還妹子也香 生意好到有一點太誇張 平日下午 欸來的也都是 是妹子居多 年輕人啦 嗯 那我們去看一下價格 好 你好 哈囉 你好 哈囉 如果第一次過來有選擇障礙的話 我們這邊有人氣熱銷 全球第一名的話 是我們國望珍珠奶茶 國望珍珠 它比市面上的大小還要再大 然後我們是熬製90分鐘 所以比較大顆的珍珠 比較大顆的珍珠 比鍋爸還大 那這樣一般的吸管吸得上來嗎 吸管每次特別挑選過幾次 比較粗的 很有比較粗 聽說你們已經開到美國去了 對 我們上週在美國紐約有開幕 哇 好 就這個了 然後有另外一款我也蠻推薦 是用劍檸檬塔 它是我們的清茶 清茶它製成的過程有點像是包種茶做法 它也有個奶味耶 是 它會有奶香 這是香水 所以它加上比較酸的檸檬是非常搭配的 然後會再加上一層奶蓋 我們自己特製的奶蓋 好 就它了 就這樣就這樣嗎 好 然後我們現在在它的二樓很漂亮 博物館的感覺 右鍵檸檬 欸為什麼兩杯耶 欸有兩杯 因為它有奶蓋要就口喝 啊就想幹脆跟一人一杯好了 110元喔 它的提神很好看 這應該是外帶的形式啦 對 然後就是看起來很美 它整個質感已經是超越星巴克了 沒錯 然後比星巴克便宜 兩個要選是來這裡 沒有肯定的 他說這個是把像檸檬塔的東西 做成飲料的概念 而且他剛剛給我們聞的茶葉 有一個奶香 你說像香水一樣 對對對 來喝喝看 先喝奶蓋 這個裡面是玉露清茶 然後還有這個清凝原汁跟奶蓋慕斯 欸真的是檸檬塔的感覺耶 對對 液態檸檬塔 然後在下面的甜度也甜 我們直接用西瓜喝下面的看看 喔 但奶蓋很好 這就是檸檬塔的味道 對 很厲害耶 奶蓋做成這樣很少見耶 這適合喜歡甜點跟喜歡檸檬塔的人喝 對 二合一 帶朋友來喝 他就覺得 哇 你怎麼知道這間店 然後你怎麼知道這個口味 先知道這間店就飲一半 喔 我的話可以再更不甜一點 我也可以再不甜 就是想要酸度出來一點的話 但是因為它真的是固定 但它喝起來也有一點點像翡翠檸檬綠 單喝下面的 我覺得它的酸度不會酸到耳根 翡翠檸檬綠點一分糖或是五糖的時候 那個絕對 我絕對抽筋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右鍵檸檬塔 下一杯啊 我很好奇珍珠到底多大顆 欸 我很好奇管子到底有沒有比較粗 這個一杯是115喔 連顏色都不一樣 百分之百可回收的 喔 對 要攪拌均勻再喝喔 我要攪拌均勻 國王珍珠奶茶 先用味覺 用嘴巴去感受它的大小 OKOK 來你先 這我最擅長 喔 為什麼我最擅長 用嘴巴去感受它的大小 這是你的風格嗎 你的風格不是嗆我嗎 怎麼突然被你開車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顆珍珠耶 這是我愛的 Q黏Q黏的那種 用糯度剛剛好 它珍珠有一個獨特的香氣 這珍珠狀態感覺是剛煮出來的喔 因為珍珠真的滿甜的喔 我覺得其實可以喝無糖啊 其實我覺得吃到那個珍珠 它是無糖還是三分糖已經沒有差了 因為你攪到後面全部都是珍珠的甜度 要喝奶茶的部分才有差 然後這是國王珍珠奶茶 奶茶滿好喝的 很厚 對我來說其實也是半糖而已 但這個很好喝耶 對很厚 會殘留在你嘴巴有個奶油感 要小口小口 然後讓它在嘴巴也化開 對對對 再加上它有點奢 115 對你 它這個大小如果你喝得太豪放就馬上就喝完 一不小心你下意識的 滑個手機上吸太大口 男生的話可能三口就剩下一點點 這個要專注喝糖 要專注 不要分心 因為它的珍珠比較不規則 真的耶 有手作感 這樣看起來的確是有大一點 我們的珍珠就是從原料開始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喔 從頭到尾都自己做的 賺到一杯 這杯甚至底部都還是溫熱 那你們怎麼秤一杯無糖的啊 沒有啦 我們沒有想要秤是他們服務業精神 喔 無糖不一樣 不一樣嗎 好像比較奶一點點 無糖比較奶 喝起來完全是不一樣的飲料 因為糖分其實佔了很重的一個比例 而且你們用的糖應該也是滿特別的 我們用的糖也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它裡面有葡萄糖跟寡糖的成分 就是也是對人體比較好的 想要說服飲控的人加糖 那我再偷喝一下無糖版本的珍珠 珍珠太好吃了 那我覺得加上珍珠這整杯 甜度很剛好 因為你嚼到後面你會越嚼越甜嘛 然後你在嚼到尾聲的時候你就再喝一口 它就變成永動雞 珍珠本身是甜的啦 嗯 好喝好喝 好啦 所以這個就是台中的約會神殿 然後全台灣目前只有 實體店只有台中有 沒錯 只有這裡 只能來台中 強烈推薦各位來台中玩 沒有喝過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感覺喜歡飲料的 喜歡甜點的 或是喜歡茶的 或是喜歡拍照也可以 而且這還不是最貴的店 欸 你這樣我們心目中的評價 已經不只100多塊 竟然還有下一間 竟然還有第七間 這樣啦 我們準備前往下家 好 我們來到了這個 秦美 沒想到吧 還有第七家 竟然還有第七間 想不到我們的 下一家 竟然可以講六次 這是我來 這麼多次來 好像最多間的一間 最多間 但有三間都在一中間啦 欸 這間是怎麼找到的 耳無 N25 用盡心力 因為這間完全沒有出現在 在我限動針酒裡面有人留言的 我自己也沒聽過 我剛剛有說用一些關鍵字下去交叉比對嗎 奢華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到名稱就可能會懂 而且他這邊都會寫啊 他的茶可能從三峽 台東 鵝眉的茶葉 35塊啦 40塊 有沒有 算是 中價位啦 然後 欸 他有淡氣茶 你有喝過嗎淡氣茶 沒有啊 就口感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邊的這杯拿鐵 49 突然玩諧音梗 但是以匿名來說 他已經很克制了 好啦 我覺得我們直接看到最右邊 金箔松露 乳酪燕麥拿起司 什麼東西 竟然可以299 加松露 而且他是義大利松露耶 還有紅茶 義大利松露 燕麥奶 虎山鮮奶 還有日本乳酪起司 還有金箔 扣掉松露其他東西加 我都覺得還算合理 因為乳酪會覺得說奶蓋 有個乳的感覺 對對對 OK 那燕麥拿鐵一定沒問題嘛 加個金箔本身沒味道也OK 加松露 加松露合嗎 除了這個299 他還有一個209的 法式覆盆生巧日常 他說概念有點像 要把甜點做成飲料 現在很流行這樣是不是 那你覺得299要一人一杯嗎 一人一杯還可以嗎 但是不行啊 我跟你講現在應該已經 省錢好嗎 省錢 現在大家看你裝窮很膩 你知道嗎 你不要每個都這樣 啊好貴 啊太貴 這樣不符合 你作為我的好友 那家已經覺得膩了 我來發酒麵上身 OK 這就你們電影最窮了 再講講講講講講講 你真的很不擅長當這個角色 這就你們電影最貴了 才299 你現在是看我沒有 啊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想說 啊你這299給人家全額帶 一般的消費者都可以負擔得起 這樣子的 啊這剛有當6起零利率 這個的話我們沒有分期 沒有分期 你看我沒有 299 剛有那399的 999的 這當要拍多久 好啦299一杯就好 我剛剛有問到底有沒有人點 因為其他3540多人點 我覺得合理 他們說Uber E超多人點 一次點2杯3杯的 299 台中人的消費力 一杯就免運 合理 欸通常要點4杯 4杯然後喝不完 對 但是你這個點1杯不止免運 你還可以喝得好 Uber E點手搖會遇到的 困境是通常想喝有料的 加珍珠的 對 啊你只點2杯不行 會再點2杯沒有料的 因為放過夜那個料會硬掉 對對對 會點4杯 2杯有料2杯沒料 那是不是浪費 1杯就免運 這樣我建議他的名字 就直接叫做1杯就免運 他不要取這麼複雜的名字 對對對 因為這個記不得 他在Uber的那個介面上 他出現1杯就免運299 然後就看起來很像系統公告 對 這299什麼意思 可以 1杯就免運 來啦 好啦1杯啦 來了啦 299 給你們開蓋 欸這個size 這是299嗎 欸真的是金箔欸 感覺才也是300到400cc 就12盎司 12盎司 因為要救口嘛 因為你們兩個可能不太方便 我又點了1杯啦 2杯598 欸認識杯漸層 然後而且我用玻璃杯做 Beautiful 漂亮的 還好啦 99而已 好啦299好啦 不過就299嘛 教一下怎麼喝 先喝上面的奶蓋 再來吸管直接插到底 坑下沉 然後再來 腳外一起喝 三種 喔三吃 好先喝奶蓋 它其實是走 清爽細喔 奶蓋甜 它的松露已經混在奶蓋裡面了對不對 松露是松露醬 跟燕麥奶弄來一起 因為我這個口比較大 所以我的奶蓋比較薄 然後奶蓋比較薄的情況下 我一直喝到下面的茶 所以其實我這個蠻不甜 對它是無糖的吧 茶是無糖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插到底下來喝 插去喝 下面是燕麥奶 嗯 下面有甜 下面是燕麥 下面有松露啊 下面的喝起來是甜的耶 中間無糖 對 下面有糖 然後接下來要攪拌它了 OK攪拌 所以現在我們嘴上都有黏金箔 它剛剛有它被它甜掉了 不能浪費 不能浪費 浪費金絕對要吃下去 嗯 這個就是不鹹的蘑菇濃湯 對耶 菇鮮味 喔你這個描述很精準耶 很像 很像耶 很像很像 那他們的說法其實就是 甜點的飲料版 那前提是你真的要喜歡松露味 因為我發現有一批人是很討厭松露味的 對很細耶 但我在想還有用初吸管的意義 初吸管的目的是這個流速 還有一口沖擊的感覺 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手搖 不難喝 但 對 會願意花299喝它嗎 有點小沖擊 因為我現在腦子裡面真的離不開那個濃湯 但是當然蘑菇濃湯尾段會有一個膩感 它沒有 這個尾段還是有茶的感覺 就是現在攪拌完之後剛入口其實有一點甘甜 但我覺得也合理啦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時候拍奢華的奶茶 加人生也是很特別 對 這個感覺是會推盆有點 展現下你的財力 你喝看啊你都難得來了 來都來了 來都來了 我覺得雖然我們感覺很衝突沒有習慣它 但我們一直喝耶 其實蠻好喝 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做得出這個 然後它有流速的考量的話 它的其他飲料應該也不難喝 因為我剛剛看它生意也還算不錯 陸續都一直有人來點 而且這間店聽說很稀有 是台灣只有一間是不是 全世界兩間 台灣一間 美國一間 其實它是跟 紐約又一間的 吃茶三千是大概同等級 同等級 稀有度是一樣 這在紐約可能要二十美耶 有可能 紐約的所有品項都是台灣的三倍 喔靠 這個如果在紐約推出不就要變成 三十美耶 哇造成轟動耶 哇賽 一千塊耶 現在趕快多喝一點 好多喝一點 我覺得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它喝起來是甜甜的 但是它的甜又不會到不舒服 欸你真的要喝完耶 胃也要快喝完耶 因為我覺得蠻好 而且它的尺寸也比較小 而且可以咬到一點松露其實有爽感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是長鮮 不喜歡吃菇類的 基本上都不會喜歡松露 對對對 不喜歡吃菇類 就是那個菇鮮味 會很濃 要再次強調那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愛松露 因為松露的那個味道 這個很重 如果你是那種會點松露薯條 松露漢堡的人 那你就可以點這杯 沒錯 只是這個價格也完全可以點一份松露薯 但松露薯條偏膩啦 這個沒有膩感 上的是今天一口氣跟魚乾喝了七間 台中專屬的醬料 而且我們每一間都喝兩杯 好硬喔 那我覺得就是今天難得 就兩個算是有在飲控的人 喝那麼多糖也算是不錯 對我們就是一個營養標準啊 我們覺得很甜的 可能其他的飲控健身人也會覺得很甜 不過其實台中人還推薦了非常多 不過我們也沒喝到 像什麼海鮮的華德萊 對華德萊 很多人推 台中飲料店真的是很猛 太多了 所以我們看這集流量怎麼樣 如果不錯的話 我們可以再拍第二集 台中的手搖再拍一集 台中的手搖感覺可以拍到 自己有自己一個系列 我覺得台中手搖可以拍一個系列 然後其實南部手搖也很特別 好啦以上是本週的究竟對決 然後最後再次感謝魚乾 大家可以多多訂閱他的Youtube跟IG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要不要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發電視規我們就下週見啦 晚安掰掰 掰掰 欸欸欸 加碼一下 一百九喔 而且它是有酒 我跟你講一百九以手來說算很貴 但是以調酒來說算很便宜 因為台北的這種茶酒大概350到450 對 它現在上面應該都是冰塊 有還是有酒感 但當然上面稍微比較水啦 因為有點溶掉 酒感沒有到很重 一點點 欸你算是能喝酒了 哇 啊我可以整被嚇掉 真的假的你這麼好喝 我抽酒沒喝酒的啊 可是酒的快樂應該不來自於酒感 因為來自於喝完過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對啦 但是因為它這杯就是也是甜甜的啊 很順 很美酒的感覺 很美很美 有奶茶的感覺 平價泰式料理對決奢華泰式料理 咖哩雞焦麻雞打泡豬 100元吃飽飽 泰式奶茶白飯湯還有西米露 煮菜不能去之外其他都能去 這可以去滑爆欸 很讚欸 它的咖哩我覺得很濃郁欸超讚的 聽說第二家會直接到曼谷 對不對 月亮蝦餅 這是月亮蝦餅 每片蝦餅重達300克 帝王蟹咖哩米蟹 哇很震撼欸 火山排骨 很辣啊 很辣啊 哇欸它旋轉欸 鮮螺盤 哇塞 好虔誠的感覺 這是什麼 我們要唸經文吧 還在吃什麼功德還願餐 真的很好吃欸 我可以solo兩盤 哇靠 鮮螺盤還有嗎 欸 欸